张华县103学年度下学期校务发展会议 5日在统一度假村陆港文创会馆举行 县长为民谷亲临致辞 感谢在各校长的领航下 让张华县教育工作的推动得以蓬勃发展 与会人士并共同为复兴航空离难者默哀一分钟 默哀一开始 默哀一结束 今天是我本人结任现场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县的校长会议 那刚刚校长有提出几个问题 首先是学校的一些教室等等的一些硬体的设备 希望能够有经费能够获得改善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提升学生营养午餐食材的质跟量 能够让我们学生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心 今天很高兴所有校长都是很努力在教学 希望我们这个校长会能够达成一些 几项很好的一个建言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安心的读书 老师能够善教 家长能够热心参与学校的校务 那校长能够用心来领导学校 会中并安排颁奖表扬热心教育社会人士 及表现优异的学校及个人 教育是百年大忌的希望工程 魏县长也殷切盼望为下一代做一个好榜样 在县府团队以及所有教育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 彰化县的教育一定能够持续向前开展和要紧 培养自主创新的精英人才 再照彰化传奇的教育品牌 期盼大家同心攜手攀向高峰 公益频道许维珍入港采访报道